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蕾 前两天在日本的经济新闻报上有一则关于优衣库的报道 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它的题目呢,主题呢,主要就讲花两万日币 在优衣库到底能买到些什么东西 那相信大家应该也蛮关心 因为毕竟每个国家优衣库的价格呢,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就来和大家仔细的探讨一下 那如果有感兴趣的话,请继续收看吧 好,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给大家看一张表 那就是日本经济新闻报发布的有关优衣库的一个主题 那它的题目呢,就是花两万日币 在不同国家的优衣库到底可以买到些什么呢 那毫无悬念,优衣库的品牌本身 本土日本呢,当然是排名第一的 也就是花两万日币可以买到最多东西的 当然是日本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个排名 让我感到惊讶,并且更新我的一个认识的话呢 有以下这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中国的排名 让我觉得就是优衣库在我们中国的价格呢 其实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的便宜 那它所购买的东西呢 其实和日本的本土的价格来比呢 其实呢,要几乎少一半 也就是说花两万日币呢 在日本可以买到这些东西 但是在中国呢,只能买到其中的一半 我就觉得还蛮惊讶的 所以呢,也结合我之前就是 其实看网上那些报道 就说我们中国人来日本旅游的时候呢 会去买很多优衣库 当时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是觉得很惊讶 就是为什么要特地跑到日本来买 因为我当时觉得我们中国肯定价格也不会很贵 然后呢,就是一些联名款啊 特别款啊,在我们中国呢 也是有发售的 为什么特地要跑到日本买 然后呢,通过这个报道呢 我是算是非常清楚的了解了 加上正好近期就是汇率的关系嘛 所以呢,就是在日本买优衣库呢 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第二点新的认识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排名的最后三位 英国,美国,德国 用2万日币在优衣库可以买到的东西 竟然连日本的一半都不到 可见这个定价真的是非常高啊 按照以前我一般的认识就觉得 优衣库它其实本身也不是什么奢侈品 它即使在每个国家可能定价会有些不一样 但是差距应该不会很大 不像我们奢侈品可能就是 这个品牌的本土呢肯定是最便宜的 然后其他国家差很多呢 也是很正常,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优衣库竟然差那么多 让我还蛮惊讶 这个调查结果呢 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那接下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那就是我呢 亲自来给大家验证一下 按照现在优衣库在日本的一个售价情况 给大家算一下花2万日币 是否可以买到这个调查结果上显示的这些东西 那我会按照两个模式 第一个呢就是按照这个商品 它的一个原价 就是上市初市原价 来计算2万日币到底可以买到哪些 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知道 优衣库它每周都会有一些优惠价格的商品推出 那按照这个优惠价格计算的话呢 到底是否还可以再便宜多少 那关于一些降价的话呢 因为不同的产品它的一个降价幅度不一样 那这里呢就不做计算 因为可能算出结果呢会不太一样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这个商品初始原价来计算的一个总价 那可以从表格上看出 就是用2万日币可以买到 在日本呢就是优衣库可以买到一条短的裤子 然后短袖汉衫是三件 长袖的卫衣是两件 然后加上两个包包 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 首先呢是短的裤子2990 然后呢是短袖汉衫一件是1500 再加一件1500 然后再加一件比较贵价联名款的短袖汉衫1990 然后呢再加上是卫衣 一件呢是比较便宜的2990的卫衣 再加上一件贵价的卫衣3990 最后呢是两个包包 一个是1500的饺子包 再配上一个皮质的一个包包 2990 最后结果是19450 那刚才呢按照现在日本的优衣库的定价的一个价格 然后计算了一下 它表格里面列出来的这些单品的一个总价 差不多呢是2万日币不到一点点 所以呢还是和调查结果还蛮接近的 那接下来就把这些商品以一个优惠价格 再算一下它的一个总和 看一下到底能够再便宜多少钱 那这样呢我们看一下 首先一条短的裤子呢 原价是2990 便宜价格的时候呢可以到达1990 然后短袖汉衫呢 1500的话呢可以到达优惠价格990 那1990的汉衫呢差不多可以到1290 然后呢包包的话呢 按照那个饺子包的话呢 也是可以优惠到990 然后那个皮质的包包呢 也是可以降1000块到达1990 这样算下来的总和呢 我们来看一下 短的裤子1990加短袖汉衫衫 990加990加高价的短袖汉衫1290 再加卫衣2990加1990 最后加上两个包 990和1990得出13220 那刚才就给大家算了一下 按照优惠价格算说总和呢 会发现比原价呢可以再便宜非常多 所以可想是在日本按照优惠价格 买优惠库的产品呢会更加的划算 那如果说正好碰到夏季折扣啊 冬季折扣啊 那部分单品呢会降到一个底值 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划算 怪不得所有很多人呢 来日本旅游的时候呢 会买很多优惠库作为一个 就是图特产 作为一个小礼物带回去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刚才分享了日本的一个定价计算 接下来就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中国的一个定价情况 那按照现在汇率差不多5来计算的话呢 2万日币差不多相当于1000人民币 看看这1000人民币是否能够买到 就是这个调查结果当中所列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调查结果呢 它列出来就是 在中国可以买到的是短的裤子一条 然后呢短袖汉衫两件 加上一件长袖的卫衣和一个包包 我们来看一下吧 一条短的裤子199 加上一件短袖汉衫是99 再加一件99 然后是长袖的卫衣是199 最后加上一个包包是99 结果是695 那刚才我们按照中国的一个定价 然后呢把单子上列出来的一个单品 算了一下总和 会发现和它调查结果是有一点点小小误差的 就是它的是1000人民币的价格 然后呢我们算出来差不多700人民币 可能其中最大的一个误差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汇率的关系 因为汇率一直在变动的嘛 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差 在某些单品上 但是呢我觉得总的算的话呢 可能就是按照它调查结果呢 我觉得可能还会再多买一件短袖汉衫 或者说再多买一件长袖衫衣左右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吧 就是没有这么的贵吧 那其他国家我就不知道 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就是看一下这张表格 计算一下你所生活的地方 或者说你所生活的地方 正好在排行榜里边 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那最后呢让我们来看一下 排名最后的英国美国德国 是如何用2万日币 只能买到三件单品的 真的非常的贵 那因为就是你网上也可以查到 它的一个单价 但是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就做一个 大致的一个计算和分享 那按照这个调查结果呢 就是最后排名三位的话 它能在优衣库买到的是 一条短的裤子 然后呢是一件短袖 和一件长袖的卫衣 我们按照平均值来算 2万日币去除以3 每件单品呢 既然高达6666日币 几乎可以在日本的优衣库 买到一个联名款系列的 秋冬款的单品外套了 真的可见它的一个定价 非常非常的贵 那而且呢之前呢 有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观众朋友 给我留言 就是说欧洲那边的优衣库呢 它的一个短袖又涨价30% 但是呢质量又没有什么变化 就让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新的认识 就觉得优衣库的涨价呢 在其他国家真的还蛮夸张的 那虽然就是因为疫情关系 其实日本的优衣库呢 它就是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商品呢 也是有一定幅度明显的一个涨价的 那比如说像优衣库的 它的一个短袖汉衫 以前那就几乎不管是男管 女管差不多990日币就能够搞定了 那现在就涨到了1500日币 然后呢就是茂山啊 这种卫衣啊什么 以前都是2,990就已经是非常高的了 但现在都要3,990才能够买到 这种基础款的 然后呢就是还好 就是有每周的一个优惠活动嘛 差不多现在每周优惠活动呢 就可以降到就是在优衣库 降价之前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就是现在在 每周优惠活动去买优惠价格的单品呢 是还算比较划算的吧 好 现在就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日本经济新闻报这篇 用2万日币在优衣库 可以买到什么的一个简单的分享啦 那希望呢也给大家在优衣库的价格 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 有一个新的认知吧 和我一样 那也希望大家留言分享 就是在你生活的地方呢 花2万日币 到底可以在优衣库买到些什么呢 非常期待大家答案哦 那如果说喜欢今天分享内容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那我的视频里会继续分享 更多我在穿搭方面的感想 还有我的优衣库分享主题 偶尔呢会有毫无分享 还有我在日本生活的 所见所闻所感 我的雷开日本主题哦 那如果说喜欢的风格 喜欢的频道 记得订阅哦 好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